开始觉得自己够好 一旦你开始面对 而且接纳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也能让别人知道你是不够好 如此你的情绪便能从沉重、负担 转为快乐、喜悦 而你的忧屈症又从此以你绝缘 断绝了缘 所以你就知道一个人的病是怎样得来的 释放得爱药的方法 所以说习病带给我们的健康 记住习病带给我们的健康 习病是通往健康的道路 习病是要帮助我们自我治疗 习病是一个幻想 是一个讯息 是一个精识 是线索引导我们看到 以及面对内在的真正问题 所以如此正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习病不是我们的敌人 习病的真正面目 其实是朋友 是礼物 习病有两大意义 第一是教育的意义 习病本身不是病恶 而是我们的内在心灵的信息 习病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习病本身是为了说明了我们的心境 生活的方式 情绪离迹早就已经出了问题 习病本身不是为了违害我们的健康 而是指出我们内在的不健康的地方 习病可以说是信息 是指标 是引导人 可惜现今世界 几乎所有人都被误导了 大家都在治疗肉体上的疾病 以为肉体治好了就没事 结果一大堆病症 病症根本治不好 反而热治疗就热多 热医就严重 这些都是因为大家不知道 物质是心灵的能量的显现 身体的灵魂 具体化的结果 因此你的病是来自你的心灵 所以你只医身体 一些用处都没有用 通常我们没有能力 觉察到自己内在的心灵 所以当内在的心灵出现了问题 有时我们会视以不见 否认了弃的存在 但是当内在的心灵 威缺了 以及痛苦 形成了离职的时候 所造成的痛苦 以及心灵的残害 就更为可怕 因此身体会反映出心灵的状态 以容你得到病 痛 前身不舒服 行动不便 或者会面临死亡 所以如果你以为疾病是你的敌人 必是随之以痛痛快 是痛快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疾病是你的老师 通过疾病 是提醒 提醒 提醒什么 他跟你说什么 主人 你一定会休息 你不能够再逃避了 他说给你听是这个意思 你比起引导去面对 你内在的问题 而当你内在的问题 被彻底解决的时候 疾病就不需要医治 自己便会好 意思是 教你一个方法 疾病是教育 比如说你今次有病 哪个部位有病 你好好来观看你的内心 冷静 放松自己 坐在沙发上 或者躺在床上 好好看你的部位 痛的部位 他想说什么 他一定会内在跟你说话 他会通过议识 你收到了 你提醒我 我知道这里出了问题 因为我揭发了照顾你 所以你今天通过这个讯息 让我知道 我收到了 多谢你 感恩你 你会跟他说我感恩他 多数天 你的病就消失了 自己走 主人收肚风 其实不会再钻止你 病就走了 其实他容易是这样 你不是还可以杀气 你看到 明明看都不会理气 那就热热大 有一天 让你痛 第二天让你更痛 第三天让你更痛 你还不醒 还不看我 不看就令你更痛 最后痛到死 就是这样做你 所以凡是我们有痛 哪里有问题 没错 冷静看自己 好 看看和他沟通一下 说说 他知道了 终于主人发觉到我了 我通过讯息给你知道 没有最残害的 最残害的 他受不了 你知道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 你收到了 他就走开了 第二的意义 是什么 自我治疗性 疾病本来是身心灵 自我治疗的功能 所发动的一种过程 所以一个现象 比如发生 发生不但有助于人格 取此行动 找出感染的言 同时 发生本身提高了身体的温度 不利 细菌以及病毒的繁殖 而且加快身体的代謝 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以助你恢复健康的发生 再来举个例子 流汗 流汗是一个常见生理的现象 一方面协助你降低体温 维持正常身体的机能 一方面 代謝废物 同时 足使你 口渴以便 完成你的液体的补充 流汗的容易 发生的容易 帮你杀了你里面的细菌 调整了我 但现在医学上不是这样的看法 而是降低体温 那些垃圾不消气 如何清晰呢 便积得多 所以身体是自我调理的 自我 哪里出了问题便会调理 不用让你叫气 自己调理 所以身体便会有反应 本来是正常的 但我们以后变成不正常 为何不正常 因为脑子不正常 思想不正常 输入了很多负面的 硬押制其他东西 便没有办法出口 便出了问题 因此身体的疾病 是你内在心灵的自我治疗 物质发展 转现出来 透过身体的疾病 病痛不但指出内在心灵的问题所在 而且释放出心灵的 威较了巨大的能量 所以如果没有透过身体的 没有部位的病痛形成 整个身体的机能 会受到进一步的巨大的损害 甚至根本没有办法去运作 乐器 所以身体的疾病 病痛不但是心灵自我 修复的过程 亦是身体试图自我治疗的现象 跟随着疾病的指应 内在的问题 终于会被面对解决 其本质来说 疾病便会治疗自己 因为其本身是来治疗 自我治疗 最终有必要回归到治疗 所以我们应该生起 巨大的温暖和幸福 我们住在伟大的身体 以及心灵当中 企地永远是支持我的 引导我的 教育我的 当我出问题的时候 企地便会帮助我指出问题的所在 而且还会全力地自我治疗 以及自我修复 所以这个难度不是我们的幸福吗 所以我希望这些了误 这份的幸福 能够分享给每一个人 帮助大家 达到真正的身心灵健康的喜悦 我喜悦 简单说 身体就是我们内在有一个最好的医生 是我自我治疗 我打一个比喻 不是医生意后利用 别搞错 你看我们的手 如果被刀挖伤了 开了 意外了 伤口开了 你看医生 医生最主要和你是消毒 缝针 对吗 那你的肉伸了我 伸了我 伸了我 是谁 是你自己的肉 伸了我 不是医生给你生育 你明白吗 你有病 你看医生 医生给你药 不是有医好利 是你对习医生说的那句话 的信任 你对药的信任 是因为你自己信赖 信任你自己的身体 他自己帮你治疗好了 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任 你一直贬低企的能力 这样你的病 不会好 其实你的病 会好是谁 是你自己的 和自己治疗好 医生就是一个座员 提起你的信心 如果医生不是这样的医生 我不是说医生不好 如果医生明白这个道理 他会说 你的病是小事 不用太担心 多几天就好了 你听到这样的话 医生说多几天就好了 你一尾随着 输入了一个正面的信息 多几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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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多几天就好了 医生说真的好 其实是你里面的医生好 其实那句话是什么 是医生提起了你的 坚强的信念 你不断给自己损失 我的病 多几天就好了 多几天就好了 好快就好了 你明白吗 如果医生说 医生说 你还有三个月 你就完蛋了 三个月 我看不需要三个月 很快 还有八十天 还有七十天 还有六十天 还有六十天 每天是怎样 第一个 你的时间移来而少 如果你遇到这个医生 你遇到法官判死刑 你遇到现乐王判死刑 但是看医生说 医生说 还有三个月 如果医生说 你听医生说 你还有三个月 你应该怎么回答医生 我教你 你跟医生说 我了解 了解什么 你现在判我死刑 我正不死 你不要被欺骗到我 否则 你会说 糟了 惨了 我还有三个月 怎样 我儿女儿这么小 我还有这么多事未做 我还有这么多遗憾 糟了 还有三个月 不够时间 怎样 很快死 所以我给你回答 你也知道 今天你能听到我的演讲 就算医生跟你说 你有疾病 你不要上当 你给自己 我生命很有价值 今天有这个癌症 等于有病 他想给我一个讯息 提醒我 去找我的原因 出在哪里 他懂得放弃 解决了 你的病 就好了 你便不受判死刑 我告诉你 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做了几百个 对疾病 我做了很多个 他就找回自信 找回生命的价值 找回更容易 他病好了 很多沟通的方法 找出原因 化解自己 其实心灵有个结 还没有拆开你 到你心灵有结 拆开你 整个人就有不同的感觉 出现 你的生命 充满了味门 充满了能量 所以你的病 是自我治疗好的 旁边的人 提醒你 加强你的信心能力 这种作用力 最大的功诚 就是你自己内 所以我 人人的内部 有一个最好的医生 你信任自己 信任你内部的医生 你的所有问题 都可以解决 好 好 今天的时间关系 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 昨晚的题目 心灵与疾病 昨晚药网说了病的来源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 今天就讲 小朋友得疾病背后的意义 我们家的疾虑 他有病 他怎样形成的呢 他病的容易 都有他的存在 所以我们都是清楚 当一个社会的人 人情的温恋 不再是最重要 当竞争的心 已经取代了 人性的里面 情感的交流 以及天真的微笑的时候 这个世上 就会出现了 很多所谓的智能 障碍的儿童 就是我智商低 这些儿童的出现 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都是知道 相信 对一般人的智能 高 或者低 就是属于冷漠无情的 一个人 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步 他就会产生 老性麻痹 或者知障的儿童 这些人 不需要用心 这样就呈现出 最纯真的情感 是我们内在的祖 祖已经失气了 已经失离了 那种纯真的 小孩的呈现出来 你看看那些智障的人 就是不需要用路去想的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对社会的竞争 的心恶 对人情的温暖 已经不太重要了 所以会产生 有些社会的人的病出现 所以往往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 背后想说些什么给我们听 所以就没有一个程度来说 他们非但没有病 反而比我们更加要正常 因为他们能在不受理性的 缩服之下的情况之下 自在的诚实的表达的内在的情感 你看这些有智障的人 很少有病 老性麻痹的人很少有病 他每天各自很单纯的生活 就不会像我们人类 竞争的生活 用这些 你想骗我 我想含害你 所以我们看 这些小孩的出现 是有的作用 其实这些小孩的出现 情感的问题 是天上一跌下来的礼物 他们是想来换醒我们的父母 内在的沉睡的情感的力量 而这些父母 给孩子们的爱 是最没有有目的的 是没有条件的 你看如果我家庭的家庭 有一个智障的 或者老性麻痹的 资相很低的 你看父母是否特别 照顾其 比起的爱 是否特别多 所以目的就是想 缓醒 父母对这个小孩的爱 的照顾 毫无怨言 还会想尽办法 我如何医好气 但是这个小孩出现 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我们的医气 其实是想缓醒你 发出你内在的 情感的力量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现在有太多的父母 对我们家的小孩的 要求已经掩盖了 来心的那一份爱 甚至 让小孩认为 只有功课好 或者表现最佳的情况 只能得到爱 这些智障的存在 是让父母的灵魂 的心慈 那一份无条件的爱 浮现了出来 你看 如果是一个智障的 你会迫弃 读很多诗 你会迫弃做很多东西 你会迫弃做很多东西 你绝对不会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小孩 你是不是迫弃 读很多诗 学很多东西 所以心灵上的压力 都没有办法释放 所以我看到现在的小孩 真的很可怜 几岁大 就学很多东西 什么都学 学到自己的天真 自己自由的空间 都没有 就照着章程去排 从早上到夜晚 什么都能做到 所以一个这么小的心灵 是怎么能够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它会产生自己 老婆不可以想那么多 所以就会产生智障 所以你知道精神有问题 很多都是父母 不明白 没有比起自己自由的空间 所有空间都被你绑死了 所以你知道 智商低的人 还有老性麻痹的人 全部出现 它都有它的容易 所以说 所以说 小孩会流鼻血 如果小孩会流鼻血 通常跟家庭里面的气氛 不太好 有关系 有关系 很多儿童疾病背后的原因 是由于我压力过大 揭发了安全感 以及没有人爱 所以小孩渴望得到大人的关心 他的程度 以我们的想象 他们一场透过疾病的方式 已能够得到父母的批判自己 你看看 如果小孩生病了 我们在观察 家庭之中 是否笼罩在一种低压气压的情况 会让小孩过温 很紧张 这些都会令到小孩过温 乃至气喘的真正原因 所以压力太大了 没有很喜欢的气氛 的情况之下 过生活 所以正会产生 一个小孩的气喘 所以气喘的原因 是说家庭出了问题 还有 物质只是精神的媒体 所以气喘的主要原因 是绝非尘埃 或其他的过问员 所以小孩由于内在的恐惧压力 以及所期待的事物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所以发出求救的讯息 这些讯息会透过各种媒介体 来显现出来 所以这些正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重点 为什么小孩有病 出现病的容易是什么 我在研究 看到很多小孩 其实这些病是他创造出来的 他想得到妈妈的照顾 如果你很健康 妈妈不会太关心你 如果你病了几天 妈妈对你很紧张 还有一些小孩 有很多病 来不来病 你便要注意 你平常是怎样对气 而如果你的小孩 称呼他寶贝我 这两个字 我的心肝寶贝我 你的宝贝很容易生病 什么是宝贝呢 宝贝很容易咬就断了 太珍贵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保护到他太好了 所以身体就很弱 因为宝贝是很细心的照顾的 如果你爸妈叫你名字 阿猪阿狗阿猫 便很容易养 没有那么多病 因为他不需要特别照顾 他能够自己生活 所以生命力很强 所以如果你当你的儿女 是心肝宝贝 像现在大陆 只损生了一个 那只宝贝 你看 他爱什么 你给什么 一样是要求 所以如果他长大了 他得不到 你想想他会出现 一定制造病 或者威胁你 得到一种病 令你父母很惹心 因为你只要是我的心肝宝贝 只得一个 所以你对他的照顾 就特别 所以这些小朋友 很难养得大 为什么 就算大了 自己也很难有自力更生 好像我们以前 家庭太多 父母照顾不得太多 那我们自己就自由发展 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为什么现在小朋友有那么多病 因为父母当他寶贝 可以这样扮 所以只得到你的照顾 如果你发觉 你家里的小朋友有很多病 你就要注意 先说今生是我们造成的 正影城起有这样的病 有一种病 一出生就有这样的病 可能大部分来自前世的 我曾经与一个植物人沟通过 谁知道今生是植物人 他未出生之前 他妈妈肚子很健康 出生了一个星期 整个人变成了植物人 一个法师变成了植物人 现在今年六七八岁 这么大 离不开妈妈 找出的原因 原来他有一世是做出家人 他为了做出家人 我小时候跟妈去佛堂 对佛理认识很深 他有个心愿想出家 当时家里只有几个小孩 父母不希望出家 但如果不让我出家家 他就自杀 咳死 威胁 总之饿了七八天 我没有吃 父母开始灯心 灯心器的问题 总之一同意你出家 但妈妈的心 不舍得让他出家 没办法 寧愿让他出家 还看到儿子 妈妈的心就挂着自己 儿子出家 妈妈跟着去佛堂 但妈妈没有出家 妈妈就在佛堂煮食 目的上 经常亲人的儿子 可以煮饭给他吃 一直挂着 到儿子出家 妈妈年纪大了 我往生那一刻 儿子一直牵齐 但妈妈的心 一尾放不下 心一直挂着 儿子放不下 就是这样的原因 天气死了 一直黏着儿子的心 儿子为什么今生会变成植物人 其他人都想满足妈妈的心 为什么今生会变成植物人 今生会变成植物人 有原因 就是因为他出家 在里面的师兄弟吵架 犯了考验 或者在佛堂 做到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自己有个罪恶 所以今生就投胎来做人 满足妈妈变成植物人 你不可以离开我 你离开我一步 我会扯气给你看 我会死 弄到妈妈不用做事 夜夜碰着 你喜欢的妈妈 就黏着气 喜欢妈妈看到 原来我当时那一世 不舍得气 不放得下气 今生气就被你黏着 黏着实实 离开一下 看不到妈妈 就会扯气 好像我断气 你看 又请你看 今生为什么不说话 什么原因不说话 因为他最怕说话 又会最错 最错 他就不敢说话 不是代表他不懂 他知道很多 但是不敢说话 看到他前世 现在犯了口业 出家 吵架 吵架 师父 乘佛气 揭不加面 表面上好像在佛堂参悔 其他心态 在生态 是高的师父 所以看透 清楚 原来气的病 今生会变成植物人 一 跟妈妈的因缘 很密切的关系 前世 今生又做婚姆子 但今生是被你黏起 不能让你脱脱 现在就不用脱脱 气到哪里 带到哪里 所以说 每一个人的病 都有原因 所以说 一定有原因 这样的事情 说得太多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重点 就是找出 所以小朋友 去制造病 他的目的 就是想得到你的爱 爱你的注意 现在有很多个动义 就是说 这些小朋友 坐不停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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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什么原因 心理 是什么 心灵 是什么 是什么 想爱你 注意我的存在 因为你根本 死足自己 是限制 尤其现在的小朋友 过去生活 运在家 行来行去 就是这么小的空间 根本没有地方 去活动 如果一大气出气 就像猴子 脱脏 不停 不停 妈妈 就说 为什么我儿子 这么过动 全部是什么 是很急躁 他的内心 很急躁 所以坐不稳 就映成了个动疑 出现 所以每种病 都要有原因 这些不肝食肉的问题 所以小朋友 小朋友的病 今天重点 对现在十大病之一 榜首是癌症 就等于刘幸哥 他叫龙虎榜 癌症 就是龙虎榜 十大死因排第一名 很多人死在癌症 今天我们来探讨癌症 癌症是身体的一种重大的疾病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得到癌症 就是代表 来死亡 死亡 不现了 而现在 我们要为期重新定义 癌症不是因案 而是果 所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们去研究 我发现真正的原因 是发生在心灵的层面上 心灵的原因 如果没有被了解 没有去面对的话 就是很难 能够真正的治疗的根本 其实我知道 我今天得到癌症 身体有癌症是果 原因是在哪裏 我去找出来 为何会得到癌症 所以慈经厌 为何会创造出疾病 是为了逃避 或是想休息 或是为了自我负罪 或是为了根本想去死 或是还以为想得到爱 而关怀 背后的力量到底是哪一件 所以我们照着这个原因 去找出来 你这个癌症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得到癌症 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 内心的折望 你有折望 我根本就不想活了 所以因为活在 实在是太痛苦了 只是从来 都不将这个想法 告诉任何人听 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有时候甚至连自己 都不愿意去面对 所以癌症的来源 首先重要的是 我们不想继续生活 有些人在生活上太痛苦了 其实动一个念头 死了就算了 或者移到家庭的问题 人事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所以疑慮很痛心 所以心想了一个折望 死了就好了 而有些人想到想自杀 就算你自杀不成功 你有这样的念头 代表你对人生生命 没有了价值 折望了 所以说 所以说 你慢慢 照着这些信息 来发展 发展到最后 终于得到癌症 是谁弄出来 是自己想的 所以你对生命 没有价值 不知道做什么好 所以你一直 跟自己 给自己信息 所以癌症 应该被定为 一 是心灵的能量被阻塞了 扭曲了 而显然出来 在肉体上的结果 所以 应该从心着手 而非从心着手 可惜的是 很少人能够认识清楚 身体的健康 与心灵的关系 大家记得 第二 其实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渴望 改变的动力 所癌症的轻起辣 代表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并不符合内在的需求 所以现代人生的生活 现代人生活的品质 的提高 只在物质的水平 而心灵的能量被扭曲了 人类已经到了 不能够再逃避的地步 所以会产生 这个癌症 但三种 其实是人生的转机 人类应该 应该学习如何将这些被压抑的情感的能量 转化为提升生活的品质的动力 但我们不懂得将这些动力转变 不懂得提升自己 就是按摩扁低自己 压制自己 导致自己 心灵上受了很大的压力 创伤 所以那就是导致你的癌症出现了 所以癌症应该被视为人生的转机 这个转机不是教你如何吃更多健康的食品 或者是教你如何去找更多抗癌的方式 这个转机是教你如何改变人生 要引导你重新去检讨对什么的态度 癌症要引导你去闻闻你自己 你为什么活字 你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透过这样的觉醒 正能够将它起动你的基因产生的病 变成一种力量 导致开创了你的生命契机的方向 所以癌症得到癌症的原因 就是想提升你自己 可以转变你的生活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现在得到癌症 就是以前的生活 出了种种的情况 导致你没有办法承受乐器 所以通过身体得到癌症 给你人生一个大的转变 所以我曾经 帮几个沟通过癌症的人 一个这样的结果 自从他了解了自己的生活 转变了 放下了 所以我不用让生活的品质 物质的品质 压倒自己没有一个喘气的地方 它一放弃了 去过了更轻松的生活 比自己更加自在 创造了更加生命的价值 它是癌症的 在很短的时间就好了 所以说的气候 是想改变你的容易 和存在 所以希望我们 从更健康的概念 去看癌症 不是一般上 是抗癌 杀癌 消灭癌 但是癌症 没有那么蠢 他也是很有智慧 你想想一个问题 癌症在哪裏 就是在我的身上 对不对 如果我弄死了身体 我也是死的 你如果他那么蠢 他绝对不会弄死自己 其实没有可能 我肉体死了 如果这个肉体死了 我自然去哪裏 我一样同归于尽 你那气会弄死自己 所以癌症很有智慧 智慧到 你自己不发觉到气 有智慧到 你不知道如何发觉到气 如果你是杀癌 抗癌 消灭癌 但是 你身上 有恐怖分子 如果你发觉到 有恐怖分子在这里 你不断打毒针 杀劇消灭器 消气 你以为恐怖分子收不收到消息 有一个人收到消息 他就叮叮到这里 你找不到的 你好了我这里 意思是恐怖分子不见了 多几年了 你没有发觉到我了 消息平淡了 没有计言了 他又跑出来 又去吃你这里 这里又有恐怖分子 又来杀了 他又去大这道病 所以说 很多人对癌症的方式 他们不了解 其他美国说 这是恐怖分子 同归 大家是否杀死 好又杀 坏又杀 见到又杀 又杀错 没有放过 最后 就这样杀死了 连自己也死了 就很多死亡 死亡 死得不清不楚 怎么死 就是因为你始终要弄死 你想弄死 死企 就等于说 弄死自己 所以很多癌症 就是这样死 怎么死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没有更健康的知识 理论和概念 你离开对待企 你根本没有它均为国企 你以为它是坏人 不可以留下 但其实怎么变成坏人 都是在你身内 谁弄坏 你想想 不是在身边弄坏 是在你身内弄坏 所以正会 想说一个 给你一个讯息 你很自愿 你不要再过节 这样的生活 不要再操踏自己 改变你的生活 慢慢就会受着你 改变 他便离开了 对有癌症的朋友 心理上的过渡阶段 而且是一个得到癌症的人 的过渡时期 一个人被宣布 得到癌症 正后会经过下列的几个时期 哪几个时期 第一 凌期 但是凌期的时候 从你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接受自己是癌症的病患 这个阶段的期间 就是开始了 你听到自己的癌症 这个时期 可以再分析 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 但是这些是一般性分的方法 并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说 开始是怎样的 第一 做的 震惊 对于自己被诊断 患上癌症 而感到震惊 第二 否认 因为这样的消息 这些人会过意震惊 心理上 一下子没有办法去承受 无法相信是真的 他一定会认为医生 可能把报告搞错了 搞乱了 或者是检验上疏忽 对于患上癌症 这些事实是无法去面对的 但心理上 其实是带着不安意恐惧 听不懂 是否报告错了 医生 你检查错了 你明白吗 拿着别人的血厌 不够我 他一会从自己的血厌 没有可能是我的 你弄错了 他一会这样 但是 口是这样说 但心 可以带着 恐惧不安 回家 但是 不死三个 最检查 又最检查 第二个医生 最检查报告 同样 到时接受 所以说 第二个 第三个分析 就是愤怒 这个时期 患者 会执问自己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没有可能是我的 一味这样的争扎 心理 所以有些人会如何 其实是愤怒 是说 我没有做过 什么伤天害你的事 我不会杀人放火 强奸 我什么都没有做伤天 为什么是我 我最多说了少少骗话 难道就是我 一味这样 对自己 愤怒 怪责 为什么是我得癌症 我没有做过 什么害人的事 为什么偏偏是我 上天不公平 不愤怒 不愤怒 情绪 是正常的 所以说 但是小时候 悲伤或者 举丧 悲伤是反映 会让病人 觉得自己 没有希望 进入 变得很举丧 有没有说 不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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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就道歉 其实阿美有这样 悲伤举丧的心态 第五种 接立 并面对 要取此行动 必须先度过接立期 当一个人 真的面对 并接收自己 他的确被诊断出是癌症 他便会取此行动 这是零时期 他第一收到这个宣识 宣判了他是癌症患者 他有这五个階段分析 接受了 便开始取此行动 他会用很多方法 第一个階段 他会接受传统医学的治疗 传统就是一般上 开刀、放射、烧、打针、杀 各种方法 这是传统医学的方法 第二个階段 在饮食上做文章 或者借字 风水、拜忏、气功 乃字 另类疗法 就是找神明、种种 听到哪里有什么神化的游戏 食符、食几个章 他会取出世间上的土医 偏方 这是第二期 因为医生第一期 医学上正统的医学方法 帮不了其 他们会取出第二期的方法 就是到处找民间 民间上、世俗上 哪一道有医癌症就充滞起了 什么都吃了 尿、饮、饮、饮、什么都爱你 慢点 尿都可以吃了 你那时吃了医癌症 我都可以吃了 尿都可以喝了 尿都可以喝了 你那时不吃了 因为心里乱了 就是说到第二期的治疗 看不到效果的时候 更加乱 因为时间容易少 医生说 你还有三个月 还有六个月 三个月 一个月过了 两个月过了 身体没有改变 你以为他紧张吗 所以在这段时间 人家握的钱很容易 一贴药 几贵 几千元 只有一样煲 又不见好 所以我见到很多人 连新草药 什么叶都可以吃 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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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刀刺 这是正常的 看到草药就吃了 就对了 所以我见到很多人 一等癌症第二期治疗方法 他没有办法 他要进入第三期 第三期是进入到自己的内心 是探索 折望的心境 并且开始 取此行动 是改变困境 我碰过很多癌症的人 治疗方法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几个字 已经没有办法了 突然听到 有个心灵的方法 所以我们从心灵的角度 来引导 找出气 心境内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要取此方法 让你看到事实的真相 去改变自己 然后生命就产生了 有一个价值 不会取此恐惠 还有几个月就会死 所以说 所有抗癌的努力 最好 都要经过第三期 第三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如果心 这个关键因素没有改变 就算其他治疗 做得更多 后果也不大 或者治好了 又复发 又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如果进入第三期 我们正是真正的奋斗的开始 新心灵是一体的 心灵是够有身体来展现出气自己 所以一个身体上的癌症 事实上是反映心理上的折望 正因为折望的心境 找不到解决之道 所以正会选择逃避 所以你们正要往来心 看着你的折望 看着他如何说 看到里面的愤怒 里面的呼唤 里面的争执 看看他们是如何来的 所以如果逃避 你永远不会知道 他是如何产生的 现在就是说 永远没有机会穿越棋 所以一旦你经验棋 穿越棋 并且正面棋、影响棋 你就会知道 棋是来龙气脈 棋产生的是如何 所以当我们面对情绪后 就会知道 棋是来自我们内在的 自己的内在 外在的压力 不会摧毁一个人 只是我们学释了 释放下层层的 卡尔茨基的执着 用另一种 海阔天空的心境 去面对我们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转机 有转机 不是靠外在的事情 来改变特色我 要是永远是来自你内在的心境的转变 真正想治疗 癌症 比如恢复健康 只有在第三期 在心灵上 落手 是最快脆的 根源在那里出现了 就在那里治疗 不是在身体那里治疗 身体治疗后果不大 所以大家知道 重点是 爱是唯一生存的基础 记住这个问题 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验 当你真的痛苦一场 或者是当你发泄了你的情感 你会经验到很深层的一种放松 不会再觉得自己很紧绷 有压力或者痛苦 那些是因为流过了你的身躯 流过了你的心灵 就好像以水 洗过了大地 让大地更加清鲜 更有活力 就等于我们天上 污云 你经过落了一场雨 一个大风 天空又恢复蓝天 这么干净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原理 很多男人 几乎已经和自己的情感完全疏离了 他们的体验不到真正的放松 周巴士处于一种很紧绷的状态 如果我们内在的创伤 没有去面对来说 你的创伤会一致的存在 一致到 将我们的沉重拖下去为止 当我们真的释放了你的情感 即是说看一场令人感动的电影 也会让你觉得这个人 好像获得新的生命力一样 因为你压制你的情感 不会放出来 你就会觉得很辛苦 所以我鼓励你们男众 男众的癌症患者 碰触其他内在的情感 所以很多男众的心灵 就好像干瀚了大地 但是当情感流过 或者当过去的创伤 委屈 难过 能够释放出来 能够重新的感受